一两个月吧 还好 两个月还行 准备接下来这个比赛都完了 会不会去逛一逛玩玩啊 应该要去玩玩 第几次来伦敦 第一次 第一次 喜欢伦敦吗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吧 挺好的 他们说这里是雾毒 但我觉得天气还挺好 对 然后你刚刚一来我们化妆师在帮你化妆的时候 你也听到 他说你的皮肤特别好 我已经是再一次的感受到 通常在这个水上运动的这些运动员 皮肤都很好 平时有做一些什么保养 也没有啊 而且我身边不太好 我觉得皮肤就是要靠睡才能养好 那你就没有说特别的去照顾他 对啊 也没有特别的去 我每一次都很想在你们这些皮肤好的人身上取一点筋 但每一次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几岁开始练游泳的 七岁吧 七岁 对 当初是就是喜欢游泳吗 还是爸爸妈妈说叫你去游泳 是那个幼儿园的老师 他推荐我去的 幼儿园的老师 对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 他女儿是练游泳的嘛 然后他觉得我什么身材各方面 肌肉都还不错 他就推荐我去游 所以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去报了 就去报了 就直接是进体校 不是 嗯 进体校就是一点点的先学起来 嗯 那刚练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特别的不喜欢因为觉得很无聊挺苦的 嗯 当刚练的时候都还没有我爸妈说就掉到河里不会咽死吧 对 就想去学一学 没想到就练着练着就发现还挺有潜力 嗯 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反抗过就觉得练游泳特别的苦啊或者是 嗯 就到进省队前都没有 但是一进了省队就发现 对进省队之后就发现真的挺苦的 后悔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当时也没有后悔 嗯 没有后悔 就其实你还是挺热爱游泳这个 嗯 我我刚刚有跟你聊天 我说我小学的时候也是游泳队 但是我实在没有这个天赋 嗯 平时除了许内你还喜欢干些什么呢 嗯 看看书啊看看片子电视剧啊什么的 哦 电视剧爱看什么 爱情公寓 好看吗 好看特搞笑 特搞笑 对 有偶像吗 嗯 有 但是也不是特别追星的呢 嗯 就是很喜欢 有有喜欢谁 就是演爱情公寓里面那个胡亦飞的 哦 这个我不懂 说过我懂的 啊 李明浩 李明浩我懂 因为我也很喜欢李明浩 嗯 你是比较喜欢韩国的那些明星吗 还是没有 就只是喜欢李明浩 对也没有特别的 就很喜欢他 嗯 你有他的片子你都看过吗 嗯 看过城市猎人才喜欢他的 哦 你是因为城市猎人看完以后才喜欢他 嗯 嗯 其实他有拍那个韩国版的流星花 哦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觉得他那么帅啊 嗯 也挺帅的 其实他每一期上任何的一个那种综艺类的节目我都会去看 是 嗯 可以回家看一下 接下来就有时间了 对 嗯 你刚说你喜欢看书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啊 嗯 看暗的书啊 看什么 看暗的那种破暗的 破暗的书啊 对啊 那就是 呃 类似 佛尔摩斯什么的 对 哦 我以前有看过那个全集然后就看了就忘看了就忘 所以我就每次都会再买一本或者再去借一本每次都会看到就感觉什么看了有点熟悉 哈哈哈 你为什么会喜欢破暗的呢你是喜欢去思考或去对啊 我会去猜那个凶手是谁但是每次都猜不准 那像什么柯南啊这些也也会是你喜欢的是吗 对 这里好像有那个福尔摩斯的博物馆是吗 嗯好像有他这么一个博物馆之类的你可以去去看一下 嗯 嗯嗯其实你知不知道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声音也是不好的声音又出来了很可笑啊 就是说据说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也是游泳民宿之类的 然后呢他说他是一个专家 嗯然后呢他现在就说你呢是收着游的就是在第二个项目当中收着游的 因为呢你第一个项目的那个50米就自游泳的那50米是游了29秒多 对28秒多 对然后第二次呢是游了29秒多 对 说你呢因为第一次呢游完以后啊有人质疑你了所以第二次 你就收了 嗯因为400混很累嘛所以比完之后可能比到200混决赛的时候体力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而且200混那天就感觉状态也不好可能特紧张吧 嗯嗯 嗯 嗯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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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嗯嗯嗯嗯 我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拼命了 我真的没有一点收留 但是他说你收 他说你是因为害怕大家继续说你使用了这个兴奋剂什么的 所以你就故意收了 真的没有 他说了最后他还说了一句很可笑的话 他就是说 他说他觉得你的这个状态 觉得你这个年龄这种状态 是完全不符合人类生理的规律 但是菲尔普斯他不是也16岁破纪录了吗 对啊 为什么就要怀疑我呢 对啊 而且他觉得你是女孩子嘛 居然比男孩子游的还快 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是很正常的事吗 只要每个人努力的都可以做得到 你这个成绩是不是比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是好了还是差不多 肯定是好很多 因为训练的时候游不到比赛的成绩 但是有的好像是说训练当中的成绩 也有会非常好的时候 也会有 状态好的时候会有 也会有 你觉得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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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